本节目由特森巴婆奥黛利为你吃瓜播报 火箭少女又起风波 原因是之前火箭少女为家人拍摄杂志 照片是80年代复古风格 可是火箭少女的粉丝却不满意 认为摄影师和杂志社丑化自己的偶像 个个都像大妈一样 而摄影师觉得这个1920年到2000年的中国年代装霸主题 从选题到拍摄没有任何问题 这事儿上了热搜之后 摄影师的粉丝也站出来说话了 夸他之前拍的周韵 蒋文丽 慧英红 高级且独具韵味 火箭少女的粉丝又说 他本就不应该让20岁的女孩硬装大龄淑女 就像让慧红英伴少女也一言难尽 摄影师的粉丝们又说 别人拍的就挺好的 最大的问题就是你们偶像不行 粉丝又说主题 人选不一样啊 换别人就一定能行 发唠包了最后气的摄影师发微博怒对 趁自己不想再拍流量 根本原因是你们的偶像配不上我的照片 并大骂粉丝是傻逼 看到张嘉诚这样回应 可见粉丝对他私信的言语不是一般的暴力了 不过是后理智了张嘉诚 还是删除了这条微博 虽然微博删掉了 但是事情还是闹出来了 很多人都知道了张嘉诚 因为照片的事情与火箭少女撕逼 吃瓜路人纷纷出列 查看这到底是怎样一组照片 竟然引起这么大的风波 小便也去了了解了一下这组照片 确实和普通的网红照片有些差距 但是细细品味还是很有味道的 就连著名作家韩寒也发声表扬 这一组照片他评价 在我看来这组照片拍得很好 审美 摄影 造型 质感 表现力都不错 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人说难看并嘲笑 女孩们和摄影师都很棒 加油 事实上 像火箭少女这种刚出道的流量团体本身 就会有很大的争议 难得自己的偶像能够有这样的机会 为国内一线杂志拍摄 并且效果不错 就不要挑三拣四 为自己的偶像抹黑了 可能就是每个人审美的不同吧 但是如果不是你喜欢的类型你不喜欢就好了 但是跑到摄影师微博下面评论 还私信进行辱骂 说实话是我我忍不了 我也会气急了骂你们 这些没脑子黑粉的 小编一直都觉得喜欢偶像没有问题 但是做个粉丝还是要有脑子 起码的道德礼貌还是要有 这不是做粉丝 这是做人应该具备的基本素质 有时候做一些没有脑子的事情 反而会为你的偶像招黑 所以粉丝还是拜托尝尝脑子 好了 这一期的节目就八卦到这里了 欢迎各位在评论区留言 讨论你们喜爱的明星哦 说不定小编看到就给你扒一扒 嘻嘻嘻嘻嘻 喜欢就赶快订阅吧